中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 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祭母 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 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 心却在你们那里 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 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 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 我的心也同在 奉我们主耶稣的名 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 败坏他的肉体 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 岂不是一团一点面教 能使全团发起来吗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 应当把旧教出尽 好使你们成为新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高扬基督 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 也不可用恶毒 邪恶的教 只用诚实真实的无教笔 今天正道的经文是 岂不知一点面教 能使全团发起来 是哥林多前书正道系列第十二 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 王一长老 愿神保守他的仆人 作为他话语的出口 愿神保守我们弟兄姊妹 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来听到 大家请坐 有姊妹们祝福平安 平安 这两天 跟我妻子都重感冒 没有 今天早上起来感觉非常地疲惫 所以 想请大家一起为我祷告 我们同声一起来开口 我们为着今天的讲台来祷告 天父上地孩子感谢赞美你 天父上地孩子感谢赞美你 主啊 求你自己在那软弱的仆人的身上显明你自己的刚强 就从福音的能力而来 天父上地来掌管 你自己要传讲给你的儿女们的道 你自己也来掌管这传道的人 来掌管听道的人的心 你自己的恩典 你自己的能力 能够补足我们事奉当中一切的缺乏 你的恩典可以补足我们一切在身心灵方面的亏欠 主啊 求你在今天这个早晨你自己来带领我们思想你的圣经 来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 来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重新得力 能够成为那出去旧效的心怀 在世人的和天使的面前能够成为一台戏 能够让我们让世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那一位圣洁之神 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我们看到一到四章结束之后呢 保罗就开始来讲教会当中各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呢 无非就是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时代所谈论的这些问题 信 实色信也 保罗接下来就会谈到淫乱的问题 谈到结婚独生的问题 谈到怎么吃东西的问题 谈到荒野醉酒的问题 那可是第一个呢 保罗是在第五章开始谈到淫乱的问题 其实人无论做什么呢 他所追求的都是一种亲密感 但是世人跟圣经所教导我们的 有一个非常大的 截然相反的 就是世人以为淫乱呢 是在追求亲密 但是圣经呢 却告诉我们 淫乱呢 是带来疏离 圣经告诉我们呢 只有圣洁 才是与亲密相关的 淫乱呢 是与疏离相关的 但是世人无法去接近 那真正的圣洁 那圣洁的神 那招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可我们是卑污的 我们若不是因着信靠 主耶稣基督 使圣洁的神 祂的圣洁与我们有份 那么这个世界就注定在淫乱当中 去寻求亲密 所以你会看到 所有的异教的崇拜里面 所有异教的风俗里面 往往都会跟淫乱呢 是混杂的 中国的道教 中国的佛教里面 都会存在着 极端的两派 一派呢 就是绝对的禁欲 就是完全的要跟这个世界 和我的肉体呢 隔绝 走这一条呢 苦待己生的路 另外一个的极端呢 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 甚至在这个里面 去寻求解脱和救赎 乃至呢 去寻求一种 他自以为的亲密感 好像有的时候 一个丈夫在家里面 不受妻子的尊重 于是他就在外面去搞风外恋 我的意思不是把这个责任 推到这个妻子的身上 我的意思是说 他在外面寻求什么 其实他就是想寻求一种 虚假的亲密感 所以你会发现 所有的包括哥林多教会 也是一样 哥林多城也是一样 这座哥林多城里面 充满了异教的崇拜 而我们也讲过 这个异教的崇拜里面呢 都跟淫乱有关 甚至在那个庙子里面 在那个神庙当中 就有许多的 这个所谓的庙祭 我有一天走在街上 我看见有一个 叫所谓的这个男士的 这个什么养生馆 那上面打着广告 他前面写着按摩 推拉 媒体 洗脚 接后面这几个词 后面再加了一句 叫能量冥想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会发现 社情业到最后 一定是跟异教会混杂在一起的 他一定会跟偶像混杂在一起 而偶像的崇拜 最后也一定是走向 这个淫乱的 这就是典型的 哥林多人的宗教生活 所以在当时的 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 也有两种呢 极端的倾向 一种极端的倾向呢 是放纵自己的情欲 就出现了这个教会当中的淫乱 保罗说 有人收了他的继母 与他的继母同居 这样的事 就是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过 这当然是一个特例 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句呢 我们说 哎呀 幸好 那有一个牧师就讲说 我信主三十年了 还好 我教会里还没有出现过一字 那个收了他继母 这样的事 但是呢 你最后往下来读呢 却表明说呢 他不只是指到 好像这特别的事情 那是指到呢 一切称为兄弟是 弟兄是行淫乱的 是拜偶像的 是等等等等 这些现在罪里面的 但是在哥林多教会呢 也会出现另一种的倾向 就是呢 禁欲的倾向 就是会认为说 独生的生活是最高的生活 要完完全全的弃绝这个世界 对我们的诱惑 就要从肉体上弃绝 这一切的欲望 那保罗在从第五章到最后到后面 第七章讲到婚姻的时候 和独生的时候 他会很平衡的来看这两个问题 就是苦待己身的道德主义 不是你救赎的道路 不是你寻求真正的 在圣洁当中的亲密感的途径 那同样的那一种 放纵情欲的道路 也不是你可以在这个世上 寻求那种真正的亲密感 而唯一的道路呢 是回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 因为借着基督的福音 我们能与那圣洁的神有分 你在所有的宗教里面 他们所拜的神明 你都会发现一个特征 就是他们所拜的这些神明 他们可能是有一些的特质 比如说能力 那他如果没有能力 我们当然不会拜他了 所以所有的异教所拜的神明 他当然都会夸耀说 这个神明是有能力的 那或者还会夸耀他 这个神明其他的特质 但是你会发现所有的一教里面呢 他们所拜的那一位神明 都缺乏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圣洁 所有的一教都缺乏 对一位圣洁之神的敬拜 圣洁没有成为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 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的特质 同时呢 他们的宗教生活 也没有办法把这一位神的圣洁呢 可以传递到他的生命当中来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 什么是一间教会堕落的三部曲 那我今天通过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看这个堕落的三部曲 第一呢 是淫乱 个人的赖恩犯罪 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姊妹 他陷在罪里面了 这是个人的赖恩犯罪 这是堕落的第一步 第二呢 这纵容是教会的至高至大 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 他出现的都是一个第二人称的负数的形式 封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你看这一个表达很有意思 他不是说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张某某 我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杨某某 他怎样怎样犯罪 保罗在这里没有指出那犯罪的人是谁 其实不一定是因着一个为他来遮盖保护他的隐私 因为既然是封文 那就是好像这个哥林多都无人不知了 甚至呢就已经从这个希腊半岛已经传到亚西亚半岛去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强调的重心不是那一个人犯罪 而是在你们中间有这样的事 你会发现有一点保罗在整个一到八章一到八节里面 他批评的一个重点都不在那犯罪的两个人 他批评的重点始终是在教会的群体 你们应该受责备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 你们至高至大 你们至夸 你们不哀痛 你们不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你们乃是无效的笔 你们守这节不可用救小 所以你会发现他提到有这样一件事之后呢 他并没有去讨论这件事的细节 你知道吗 发现发生这样的事一定是有很多细节的 甚至有很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同情的 我们说哎呀 其实他们的年龄相差很近 其实你不知道说来话长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人同情的地方 其实你不了解内情 其实他们在一起都痛苦挣扎了很多年 其实等等等等 如果我们去考虑 你真的会发现会有许多许多这个曲折的故事 会有很多甚至让人在他的情感上感觉到受同情的地方 但是保罗一概的没有去讨论这些 保罗说犯罪就是犯罪 罪就是罪 无可抵挡 无可抵赖 但是他随即话锋一转 就把整个责备的重心是放在教会的群体 他指责教会至高至大 这一点很有意思 如果我们当中有犯罪的人 教会纵容他 那怎么叫做至高至大呢 怎么叫做至夸呢 你会看到在这个地方 你会看见 那个收了自己继母的人犯的是什么罪 教会犯的又是什么罪呢 那一个收了自己继母的人呢 是赖恩犯罪 放纵自己的情欲 是一个呢 完全反律法的一种堕落的生活 而教会犯的是什么罪呢 教会犯的同样的是一种道德主义的罪 他们同样不是以福音 而是以道德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就好像前段时间在我提到 在网上讨论到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一样 有人说他们都是可同情的 如果我们在跟他进行各人相交的时候 我们来倾听他的挣扎的时候 我们是愿意去倾听他们的取责的故事 但是老师说 当有人在网上他说 我们要爱他们 说基督教信仰不就是一个字爱吗 我说是对的 但是基督教不是用了六十六卷的圣经来解释这个爱字吗 如果离开了六十六卷的圣经 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爱呢 所以除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道理 哪里还有道理呢 那只有虚假的道理 除了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对一切罪恶的担当 他也在十字架上宣判了一切的罪恶 他也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来赦免这一切的罪恶 除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宣告 担当和赦免 哪里还有爱呢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一种离开了神的道的爱心 其实是废掉了基督的意 而企图去立自己的意 一切对罪的同情 其实到最后都是你的交情 因为这一种姿态 其实恰恰不是福音的姿态 而是道德主义的姿态 好使你自己在世人的眼里 显得比基督还有爱心 其实你就废掉了基督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宝儿在这里责怪 责被教会至高至大 在谁面前至高至大 当然不是在被他纵容的人面前 因为在他被他纵容的面前 可能觉得教会很宽宏大量 怎么会至高至大呢 甚至觉得教会非常的亲切 但是教会却在他所信的那位主的面前 显得至高至大 却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留的 宝血的面前显得至高至大 他们以自己这样子的一个纵容 宽容和所谓的立自己的意义的爱心 来自夸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一点面叫使全团发起来 这是一间教会堕落的三部曲 就像有一个牧师讲 什么是一间归正的教会 一间归正的教会 不是指到一间不出问题的教会 而是指到一间照着圣经的教导 来面对问题的教会 所以这个三部曲 不是在我们当中没有人犯罪 乃是那犯罪的人 他真心的悔改 乃是那犯罪的人 因着神的怜悯 他自己可以悔改 或者在他犯罪所得罪的人的面前 他可以悔改 以至于到最后在小组里面 在这个属灵的伙伴的面前 到最后在教会的牧者的面前 到整间教会的当中 最终他可以悔改 转离他的罪行 这样的一间的教会 是蒙福的教会 所以保罗指责的重心 并不在为什么你们当中 有人收了他的寂寞 甚至保罗在这个地方 似乎还暗示着有一点 就是说在天下这种怪事情 这种淫乱的事 到哪里都会有的 直到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 太阳底下无心事 但是你们是主的教会 你们是心团 他责备的一个重心是在于 教会没有照着圣经的道 将那福音的能力 将那悔改赦罪的道 能够宣讲并活出 在这一个圣约的群体当中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三个部分 第一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讲 那我们称这个叫做赖恩来犯罪 保罗确实在罗马书里面讲 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所以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不论弟兄姊妹 无论目到的朋友 你们犯了多大的罪 主的宝血是够你们用的 没有罪可以大过神的恩典 没有罪可以大过十字架 但是保罗说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多多的犯罪 以至于使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显多呢 他说断乎不可 因为存着这样的动机 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 那恶毒阴险的教 那所以基督徒是活在恩典当中的 但是他不能够赖恩来犯罪 他反而要因着这个恩典来过圣洁 敬前的生活 因着这个恩典过敬前圣洁的生活 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 显明他真是蒙福的人 赖恩犯罪现在罪当中 却显明了他不是那真心 所以曾经在十九世纪 有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道人 那他在离世之前的最后一篇的正道 提到以赛亚书六十章的第一节说 兴起发光 因为你们的光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 耶和华的荣耀发现 照耀你 这是指到耶稣基督已经来到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将了光 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已经谋问得救 你从此活在光明当中 不再活在黑暗当中 你是光明之子 你不再是灭亡之子 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发现 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照耀你 一周之后这位牧师安息添加 后来有人在他的衣服里面 发现一封上一周正道以后 有一个会友所写给他的一封信 那后来他在这封信的后面呢 留下一句话 这句话呢成为一句的名言 他说 你的会友从你那里 所得到的 或者是你的会友最需要从你那里得到的 是你个人的圣洁 那他就说 其实不是我的恩赐 不是我的传道 因为所传的来是神的道 又不是我的道 这荣耀只能归于自己呢 但是那传道的人 他说 会友从他们的牧师那里 最需要从他们牧师那里得到的 并不是他某一项的才华 并不是某一项的恩赐 那是他个人的圣洁 那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是一样 你的丈夫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从你那里所得到的 今天我们有几个小孩子要受洗 那我想对这几位的父母也讲 你的孩子从你那里 最需要从你那里得到的 不是学费 你的孩子最需要从你那里得到的 是你的圣洁 是你尽钱的生活 是你对主的福音能力的信考 如果没有这个 你这一辈子 就什么都没有给过你的孩子 那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在这间教会 在主的儿女当中也是一样 其他的弟兄姊妹 你能够从那里得到的祝福是什么 也就是那圣洁敬前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到一些试探 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信的试探的时候 我在这两天因为生病 我想你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当你身体很疲倦的时候 比如你回家 走到这个楼梯上 你就会用手去扶这个南竿 对不对 你就会扶着南竿往上面走 好像我们如果去一些旅游区 有些弟兄姊妹 可能走过了一个锁桥 那个锁桥摇摇晃晃 也不是很宽 那是蛮危险的 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会过于害怕 为什么 因为那个锁桥的两边有保护 锁桥的两边有扶南 所以什么是软弱呢 我就发现说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如果我们特别需要了神的律法 其实是软弱的人需要神的律法 是软弱的人需要教会的体统 是软弱的人需要自我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自我的约束 就好像你软弱你就要靠着比你刚强的 你就需要扶着南竿 你走在那锁桥上 你就需要那富南和保护 主的律法不但引领我们走向那圣洁进前的生活 主的律法也帮助我们靠着恩典 可以逃避一切的事态 你会发现一切的道德主义跟基督的福音 在我们面对罪的事态 诱惑的时候 也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对的方式 道德主义的面对的方式呢 就是我能胜过一切的事态 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的什么叫君子呢 君子就是坐怀不乱的人 就是有个女人坐在你的腿上 但是你心里都不为所动 这个叫君子 甚至中国的一些古代的士大夫 他们有许许多多关于这方面的故事 他们来讲明他们那一种道德主义的修养 道德主义的一个道路 就是他自认为他们可以胜过一切的事态 所谓席间有记 心中无记 有个朋友带着他的朋友一起去 然后就招了妓女在席间 第二天的时候 那个朋友他觉得还是不对 他就去跟那个人说 哎呀这样子做是不对的 但是他那个朋友就对他说 这个我的心里面已经没有这个妓女了 你的心里面怎么还有这个妓女 他说你的档次比我低 你的修养的境界比我低 我可以做到席间有记 可是心中没有记 你却做不到 你过了之后心里还在想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自高自大 这个就叫自夸 这个就是在一切的罪的事态跟诱惑面前的 一种道德主义的眼光 因为他们的信条不是唯独恩典 他们的信条是唯独行为 是唯独道德 是唯独自己的修养 我们的信条是唯独恩典 所以基督徒的方式不是胜过事态 基督徒的方式是远离事态 我们怎么来防止个人的赖恩犯罪 现在那尤其是在身体上的罪 我们祷告时候是说 不叫我们遇见事态 所以我也想特别的对弟兄们来讲 就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来讲 弟兄们怎么能够来胜过事态 尤其是胜过那性的罪的事态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秘诀 我自认为的秘诀 这个秘诀只有一个字 跑 就是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胜过事态 而要远离事态 就好像约瑟面对波提法的妻子的诱惑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跑 他不是留下来说 先在心中祷告一分钟 他不是留下来说 让我想一想怎么对他说话 等你想完最后就完蛋了 你只有跑 这个叫做远离事态 所以我在这些年 我曾经在夫妻团期有分享一些 当我信主之后 尤其是传道之后 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 这方面的增长 然后我就为自己来立这些界限 比如说不与女性单独的合影 这是我为自己在信主之后 所立的一个界限 你知道有的时候要坚持这个界限 是很难的 你很不好意思坚持 你会怕别人说 你怎么 你会面对 轻蔑 你会面对羞辱 你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 什么莫名其妙的人 甚至我都不再与我母亲单独合影 因为我要让我的母亲知道 她的丈夫是她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人 我的妻子是我生命当中最亲密的人 我不能够跟她抢夺在彼此当中生命的地位 所以我不要给她带来试探 以为她可以在我生命当中扮演第一位的顺序 所以我要么跟我的妻子一起跟她合影 要么跟她和我爸爸一起合影 我绝不单独跟我母亲合影 我也这些年在外面出差的时候 我也一直 但是有的时候因为要看接待方 我自己的一个习惯 就是绝不在外面一个人住酒店 那一般都是住弟兄姊妹的家 如果住酒店 我就请其他的弟兄跟我一起住 这么多年来 我心里面一直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惧怕 我怕受陷害 我在外面 我做梦的时候都梦见有这样的情况 回到酒店里发现一个女的躺在床上 然后你就跑 你就把门一打开两个警察站在外面 我做梦都很害怕遇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也有很多一些的习惯 比如说不单独跟女性同坐一辆车 也不跟姊妹在关闭的封闭的房间里面谈话 有的时候我跟姊妹在办公室里面谈话的时候 有好几次有一些同工或者肢体 他们进来拿东西或者怎么样 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好心地帮助我把门关上 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要害我 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爱我 所以你会发现爱是什么 爱是一定跟律法有关的 当你看见一个已经恋爱的弟兄常常跟一个姊妹二人同行 你看见一个姊妹常常跟一个已婚的弟兄打电话 如果你下雨的时候你看见一个姊妹没有伞 你就赶快过去把你的伞给他 然后跑掉 而不是跟他一起打那把伞 如果你看见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他们不是这个已经公开的恋爱的关系走在一起 你就赶快走过去跟他们跟他一起同行 其实你本来需要去南边 但是你跟他们一起往北边多走两岭路 只走到他们分开的时候为止 这个是律法呢 这个还是爱呢 弟兄姊妹 这是爱 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做 你真的是在爱你的弟兄姊妹 你在使他们都不免于试探 爱就在这些细节当中 爱就在体统当中 爱是跟律法有关的 爱是远离那一切的试探 因为你要保护他们远离试探 你要保护他们的名誉 你要免得他们被人诽谤 所以你如果看见一个长老在跟一个姊妹谈话 你一定不要过去帮他把门关上 你要帮他把门开得更大一点 所以有一些姊妹也是一样 到了夏天的时候 曾经有个传道人跟我讲 他家里面在聚会 每次到了夏天 他跟师母就一起给每个姐妹打电话 因为他们是学生短期 有很多的女生 就跟他们打电话说 这周星期三要来 我们家刚刚换了新的空调 有两个P 冷气很足 了解 穿得太少被冷了 他就一个一个的给这些姊妹打电话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性的诱惑 远胜于三十年前 远胜于三百年前 一个女人在三十年前 只可能在自己的丈夫面前穿的衣服 甚至在自己的夫妻面前都不可能那么穿的 今天他们穿在大街上 所以我也想对姊妹们讲 你们需要乃思想什么是真正的美 如果你们被这样一种世俗的美所吸引的时候 你们不但是陷自己的弟兄在试探里面 你也陷自己在试探里面 有的时候你再走到大街上 看见那穿得非常暴露的女性 你知道她不但是吸引男性的眼光 其实她也吸引女性的眼光 吸引男性的眼光 可能是有性的诱惑 吸引女性的眼光就比较复杂一点 除了性的诱惑 还有嫉妒 还有羡慕 还有酸酸的 还有酷毒 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情感 并不只是弟兄现在这个罪当中 并不只是弟兄现在这个诱惑当中 如果你们也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 穿那透明的暴露的紧身的衣服 其实你们没有看到在基督里的圣洁 当圣经里面说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为美 要以那内心的真洁油顺为美 这不但是对所有姊妹们的一个要求 这其实也是对所有的弟兄们 你们的审美观的一个要求 如果你作为弟兄 你看不到这一种美 你看不到你的姊妹身上的那种真洁的美 你却以那外面的伪美 你却被那紧身的暴露的透明的所吸引 你也同样的将你的姊妹 陷在罪的试探当中 所以怎样使我们逃离这身体的隐形 一个字的秘诀 跑 弃绝 第二 到教会这个层面 你会看到保罗众说 教会自高自大 他们并不哀痛 为什么 因为天下这样的事不是很多吗 你也可以去找到很多的细节 你说哎呀张弟兄 你看人家离婚了之后更爱主了 而且照他所说 主应许他的祷告 还给了他一个更好的 我们不哀痛 我们还去参加他的婚礼 事班不是还有几个人去给他们献尸吗 我们一点都不哀痛 为什么不哀痛 我们不撕裂衣服 我们更不撕裂心肠 但是保罗在这里 他却撕裂他的心肠 就好像旧约时代的以色拉一样 当他听说在以色列人当中 被鲁归回之后 那几十万人里面 有人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 他撕裂他的衣裳 他撕裂他的心肠 最后用了几十天的时间 来面对处理这样的事 最后查出来整个以色列里面是有一百三十多户人 你说这么少 其实才不到百分之一 但是就足够让以色拉撕裂他的心肠 因为这罪乃是发生在你们中间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看你的弟兄所面对的试探 就是你所面对的试探 如果你看你的弟兄陷入到罪当中 就如同你陷入到罪当中 你实在会哀痛的 你会哀痛的 你知道教会是一个家 你知道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甚至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 为什么保罗把指责的焦点是指向教会 而不是指向那个犯罪的人 如果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 这好像我们说什么叫一个烂苹果 一个烂苹果就是有一个地方烂 它就叫烂苹果 它不一定是指到这个苹果里面 每一个细胞都烂 那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子 你如果并不哀痛 你以为说他的罪与我们无关 保罗在讲到圣差的时候怎么说 你们当中死的也不少 你们当中患病的也不少 他并不只是简单的在那里 你说这是保罗在咒诅我们吗 或者他也不只是在简单的警告你 其实他也暗示了一点 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那这也是接下来第三一点所说的 如果教会自高自大 如果教会站在一个道德主义的角度 你知道道德主义是包括律法主义跟反律主义 其实都是道德主义的姿态 而不是站在一个福音的姿态上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一点面笑使全团都发起来 保罗在这个地方也似乎是在暗示一点 就是罪的传染性和罪的影响力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为什么保罗不说恩典的传染力也会很快呢 为什么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人摆上 不是所有的人都摆上了 有人敬前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着敬前了 有人奉献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着奉献 反而是有人犯罪就引领更多的人犯罪 有人松懈就引领所有的人松懈 有人软弱有人退后就引领更多的人退后 就好像我们以前所说的坏消息总比好消息传得快 保罗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最根本的对于人的理解 就是我们是全然败坏的罪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但是让我们活在恩典当中是何等的难 那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是要努力进入天国 做成那得救的功夫 但是堕落是方便的 堕落是快速的 堕落是方便面很快就好了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强调的是罪的传染性 你不要小看那一点就效在你们当中的影响力 在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他来问我 他说去年你们是不是全家在安息州去了海南去旅游 我说是 他说我听教会有弟兄姊妹在讲 而他们是听另外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讲 说你们去年到了海南住的是三千块钱一天一个晚上的高桃华宾馆 我说为什么坏消息总比好消息传得快 我说是我们住的酒店蛮不错的 不过我们的一周的酒店家来去的机票跟所有的项目一共是三千块 所以为什么会在教会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谣言 为什么谣言不能够止于自责 那我很感谢这个弟兄他当面来问我 而且还传到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那里 我很感谢他当面的来问我 因为这是做弟兄的本分 这是做姊妹的本分 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 我想如果他根本就不来问我 他听到这个话就说 我不需要去核实是不是这样 但是你这个话没有被核实呢 你只有谣言止于自责 我们就根本不应该去谈论这件事情 并且我信赖我的弟兄 然后他直到死都没有跟我讲过这件事 如果教会当中充满的是这样的弟兄和这样的姊妹 我们这是一个神圣的家族 我们这是一个圣洁的心团 当然如果这个有个前提 就是你心里没有疙瘩 如果你有疙瘩 最好去当面讲出来 如果你没有疙瘩 那你就来为他祷告 为他保守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来讲到说 教会的自高自大 并不哀痛 纵容他们当中犯罪的人 乃是不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福 乃是立自己的义 而废掉十字架的义 所以他提到这个旧约的除孝节 跟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 包括新约的圣参联系起来 说那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基督他已经被杀 所以在基督里面 在保血里面 我们守着节要用这个新的教 要除掉那旧教 那这个教是什么 那无教禀乃是表明说把一切的罪恶都除去之后的圣洁和分别为圣 那保罗的意思是说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血今天已经分别为圣了 所以我们要过那圣洁的生活 我们要以在基督恩典里面的圣洁敬前的生活 远离一切的隐形 并且在教会当中去有那一个彼此相爱的体统 来自于教会的纪律跟劝诚 这是我们守着节的方式 所以我们感谢主 在前段时间 有一个弟兄 我其他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跟我分享一件事 也让我很感动 因为最近他说他的父母在吵架 要吵得要离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妈妈怀疑他的爸爸有婚外情 但是他的爸爸坚决的否定 而且他的爸爸感觉到受到很大的伤害 他的爸爸说 你凭什么这样子来怀疑我 所以他们就闹得要离婚 他爸爸觉得自己全然的无辜 然后这个儿子 他爸爸没有信主 这个儿子就跟爸爸讲 他说爸爸 其实你还是错了 你全从头之尾都错了 他爸爸说凭什么呀 我哪里错了呀 这个儿子就跟爸爸说 爸爸 你让你的妻子怀疑你 你就已经错了 你越过了交往的界限 你使你的妻子陷入怀疑的试探 你使魔鬼撒旦 在你们当中找到了破口 你就已经错了 有些弟兄姊妹说到 什么叫远离试探呢 我又没有怎么样 比如教会的同工的守则说 我们不能单独的拆派 弟兄跟姊妹同行 除非他们是家人 你说他们在一起又没有怎么样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你都这样了 你还想怎么样呢 你是站在一个道德主义的立场上 但是圣经 保罗怎么吩咐提摩泰说 总要清清解决 总要清清解决的意思 不是说不要淫乱 不是提这个最低的要求 是说你要远离试探 后来这个父亲 他听了这个话之后呢 就沉默了很长的时间 后来他跟他儿子说 你们基督教的观念 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后来他也承认 他说后来这个儿子 跟爸爸一起分享 这个爸爸也说 我承认我还是做得不好 那所以我想 对各位弟兄姊妹讲 这是圣经对我们的要求 不是走入试探 胜过试探 而是远离试探 总要清清解决 我们一起低头来导书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 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把我们从那罪的试探当中 拯救了出来 你既拯救我们 你就必拯救我们到底 你不叫我们活在我们的情欲当中 也不叫我们活在我们的骄傲当中 主你要我们在你的面前 承认恐惧战惊地承认 我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 叫我们在你的面前 分分秒秒都来仰望 主耶稣基督你全然的恩典 我们在你面前说 若不靠着你的恩典 我下一秒钟就要跌倒 所以主求你来带领 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 靠着恩典来谨慎之神 过圣洁尽全的生活 在我们生命软弱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扶着 怎样的楼梯和栏杆 就是你为我们所赐效的 那圣洁生活的体统 那圣洁生活的律法 这律法在恩典下 是来成就我们的 不再咒诅我们 主耶求你在弟兄姊妹当中 能够赐效这样一种 清清洁洁的关系 能够在弟兄姊妹当中 彼此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事态 在丈夫和妻子 在男女朋友之间 也在所有的弟兄和所有的 姊妹当中 也在我们跟不信主的私人的当中 在我们和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的当中 主都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 我们活出一个新的圣洁生活的样式 以至于在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 这个在各种的淫乱里面 去寻求亲密感的 这一个淫乱的时代里面 叫我们成为那圣洁的心团 叫我们一眼就能够被世人认出来 所以我们也为这座城市来祷告 我们知道成都这座城市 无论是离婚率 无论是同性恋的比例 无论是艾滋病患者 都在全国的城市里面排名前列 我们为这座城市来爱撒 主啊 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你既然在这座城市当中 呼召你的教会 叫我们成为首先在基督里蒙恩的人 主 求你让我们的心里面 对这座城市有负担 叫我们真正的知道 当这座城市陷在那淫乱的罪里面的时候 那可怕的结局是什么 让我们实在知道 当世人陷在那淫乱的罪里面的时候 他们自以为抓得住了 他们统统都抓不住 他们的不自由 他们的被狂绑是何等的身 天父求你因此用那福音的使命 用那一个对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扬的一个热情 来眺望保守我们过圣洁 敬全的生活 使我们在世人的面前不羞辱你们 使我们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 不给魔鬼撒旦留地步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有一点暮想的时间 来回应主的道 感谢赞美你